朋友们好,在云南这片充满奇幻魅力的大地之上,藏着一座鲜为人知的小城,宛如一颗遗落于深山的夺目明珠,静静地等待着有缘人的发现,此城极为德宏州的银江县,这里乃是全国独有的冬暖夏凉县城。 对于冬暖夏凉,每个人的理解各不相同,与我来讲,冬暖夏凉意味着冬天无需启用暖气,夏天不用开启空调,我这般定义,想必南方人和北方人大多都会认可,所谓暖兜即冬天无需暖气,凉兜则是夏天无需空调。 在全国,冬暖夏凉的地方,海南存在,云南也有,其他省份均无此类之处,曾经在海口旅居过一段时间,而后又前往海南的五指山市,这才知晓海南仅有五指山市冬暖夏凉。 云南的银江县同样如此,也就是说全国仅有这一个县城,银江县具备冬暖夏凉的特质,因此,可以说全国仅有这唯一的县城, 是冬暖夏凉的,云江县地处云南省西南部,德宏州西北部和迈阿密,冲绳,迪拜等世界级度假圣地一同位于北纬24度,其东北,东南,南面分别与藤冲,梁河,农川三线毗邻,西,西北,西南与缅甸交界,国境县长达214公里,地域面积达4316平方公里, 这里地势东北高,西南低,起伏较大,境内中,堤山与宽谷盆地相互交织,形成了两山家一坝一河的独特地貌景观, 云江属于亚热带气候,日照充裕,全年温差不大,年平均气温为22摄氏度,年均日照时长2356小时,无双期达325天,历年平均降雨量为1464毫米,相对湿度达78%,空气湿润且负离子含量极高, 云江县城里人车并不繁多,显得格外宁静,街道开阔又整洁,建筑物基本上都有着浅黄色的墙面,楼顶则涂成了橘红色,整座城市的色彩十分协调,仿佛德宏州皆是这般特色, 芒市和瑞丽市也呈现出这样的色调,云江县城的海拔是820米,处于一居海拔10米到900米的区间内,所以平原地区的老年人完全能够前来旅居或者定居,下面咱们来看一看云江冬天冷不冷, 2023年全年仅有一天的最低温度为个位数,不过当天的最高温度是23度,室内的平均温度为17度, 这样的温度室内根本无需开暖气,再来瞧瞧夏天热不热,2023年最热的一天,最高温度33度,当天最低温度是20度,室内的温度便是26度,如此温度基本上不用开空调, 那里平常都低于28度,就更用不着开空调了,云江的冬天是旱季,降雨稀少,空气干燥, 云江的夏天是雨季,几乎天天有雨,不过多数雨都是震雨或者小雨,毛毛雨,空气湿润且清晰,令人感到非常舒适,室内也不怎潮湿, 云江县被以高离贡山,面临大云江,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及温润气候造就了丰富的物产, 云江县聚居着歹族,景坡族等26个民族,民族文化多姿多彩,多民族长期在此居住,赋予了云江别样的风情, 与大城市动辄上万的房价相较,这里的房价相当亲民,而且日常的生活成本也远低于大城市, 新鲜的蔬菜水果,香醇的普洱茶以及各类当地特产,价格都十分实惠, 徜徉在古色古香的街道,随处可见悠闲品茶, 下起聊天的老人,一位在此旅居养老的退休教师跟我讲, 在这里生活,每月的退休金完全够用,还能有所节余, 关键是生活节奏慢,特别适合养生养老, 这座小城群山环抱,恰似一幅水墨画卷, 清晨,薄雾萦绕山间,仿若仙境,傍晚,夕阳映红天际, 美轮美奂,城中有一处湖泊,波光淋淋, 倒映着蓝天白云,是市民休闲娱乐的家畜, 这座小城规模不大,却文化底蕴深厚, 城中留存着多处古迹,见证着城市的漫长历史, 每年,这里都会举行一些踏色文化活动, 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光,这里的文化特色十分显著, 融合了多个少数民族的元素, 每逢节日,便能看到各族人民欢歌在舞, 和谐欢乐的场景, 近年来,当地政府高度重视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, 尽管和大城市相比存在一定差距, 但已能满足基本医疗需求, 多家大型医院在此设立分院, 为市民提供优质医疗服务, 迎将现是中国陆路通往印度洋的便捷通道之一, 五条主要公路干线与缅甸公路实现对接, 县域内的主要高速公路是腾笼高速, 主要公路干线包括省道233, 省道318, 清瑞公路等, 另外, 德宏州小吃丰富, 银浆也不例外, 火烧猪, 撒撇, 过手米线等民族特色美食应有尽有, 这里还盛产香蕉, 菠萝, 荔枝, 芒果等热带水果, 不仅有泰国小吃, 还有缅甸小吃, 银浆的物价低于芒市和锐利市, 所以旅居或定居银浆的成本较低, 为资金不太充裕以及喜欢安静的老年人提供了极佳选择, 这座小城目前尚不广为人知, 但其发展潜力巨大, 这座隐匿于云南的宝藏小城, 犹如一颗未经打磨的蒲玉, 蕴含着无限可能, 它不仅是以旅居养老, 更是享受生活的好去处, 倘若您厌倦了大城市的喧闹, 不妨来此感受一番, 说不定就会钟情于此, 不再离去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